- 下午4點鐘,歡迎收看股海大營家,我是丁十分 台北股市今天收小紅,先來看到在加捐指數部分 最後小漲31點,收在8587點 但是量的部分又更縮了,現在退到只有600多億的量呢 另外在期貨部分,今天也是小漲的格局 在期貨部分呢,最後是收在了8566點 今天來說,這個行情的震盪幅度跟昨天比起來真的小很多 這個盤要怎麼來操作呢? 還有從抽馬部分,大戶是要怎麼來做觀察? 節目上趕快請到專家,請到市局長透過的分享室胡玉堂,老師好 四分,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感覺上這個盤好像有點悶耶 今天除了那個早盤,早盤有震盪一下之外 其實後面都很黏,幾乎都黏在那個平盤附近左右 今天來說呢,這個盤要怎麼觀察? 還是說大戶其實也去休息了? 好,沒有錯,可能有人提早去放端午連假了 對,下禮拜 真的,下禮拜要休息幾天?四天嘛,四天連假 其實我先講一下,整個盤式啊 雖然今天盤真的,我講真的蠻悶的 說真的,我不敢跟各位講,哇這個行情你要賺多少 或者要把握什麼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現在,即便這個盤很悶,未來你一定也會遇到這種真理盤 那,我要各位了解的是 從什麼樣的訊號 從什麼樣的一些,我們講徵兆 你可以知道說,今天盤可能比較趨於真理 然後行情會比較小 什麼樣的訊號 你看到了,你要知道說 今天應該會有大行情 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即便盤越悶的時候 就像今天 我又要跟投資朋友講這個觀念 不是說今天漲了幾百點 跌了一兩百點 然後再來說,哇,怎麼樣賺多少錢 不是 而是平時你就要做好功課 做好準備 因為你才能辨別說大行情整理盤 它的一些徵兆 你才有辦法在未來的大行情賺到錢 我相信這個觀念大家都認同 不是說有大行情才知道怎麼做 你還要懂得去辨別 那節目一開始 我還是先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最近的盤可能比較悶 你的心態上,操作上應該怎麼調整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很少 投資人就是好願意回來台股 因為信心不夠 那為什麼信心不夠 可能政策也沒有利多 然後美國 在六月中費得又有這個利率會議嘛 那本來就沒有進場的人 已經看到台股已經從八千漲到八千六了 會不會想等拉回 空手的,我講手上空手的 他一定想等拉回 所以一定要等到六月中 然後又要端午節了 我們講喔,每次長價錢都這樣子 第一個,持股很多的人會要賣股 然後沒有持股的人也會等 那等放假回來再進場 因為你看明天開盤一定又沒有量 下禮拜又剩三個交易日 那如果國際面沒有多大的變動 會觀望還是觀望 所以我會認為說這個量說的整理 或許可能更明朗 也許等到端午過後 或者肺的升息完 這個才會比較明顯 所以說 在接下來的操作 我認為台子期的部分 因為市場上的一個消息面 還是比較這種 我們講喔,多空不明 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就是做好短線的進出就好 其實你看這一波從8000到8600 它也不是一架到底 一天漲一天跌 一天漲一天跌 你每一天其實逢低再行切入進場 其實都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 那在今天還是要跟各位先講一下 就是說盤勢的一個變化 怎麼樣從籌碼面 從我過去教各位這個籌碼解密 怎麼樣去看說 從大戶賞戶籌碼的變化 從盤勢的預估量 再從籌碼的變化 你可以知道今天的行情 比較趨於整理 而且先給各位先預測一下 今天中場台子其實漲了16點 那你可以想一下 老師今天漲16點 說真的盤很悶 那賞戶的動作是多四空 不過講賞戶叫反指標 通常不能說一定 賞戶偶爾也會賺一下錢 但是10次裡面有9次 通常賞戶做空 大盤會漲 通常賞戶一路做多 大盤會跌 那今天是漲16點 那可想而知 其實按照這種勝率的高低 有反指標的一個準度 通常它是做空 我相信你也會猜它做空 對對如果前面有看我節目 我教你的觀念你就懂 那我們看一下電腦的畫面 今天散戶的籌碼其實很清楚 最下面這個附圖 好最下面這一個 這個就是散戶今天的動作 今天散戶從開盤到收盤 尤其到尾盤還是一路空 沿路的加空 那我過去第一個我教過各位 千千萬萬 好不要跟著散戶的方向走 好因為十次裡面 可能你會錯九次 那對的那一次呢 可能也賺不到什麼錢 通常都是這樣子 所以反指標真的 你要把它好好的學起來 做為你操作上的參考 真的不會錯 我說籌碼解密裡面 都寫得很清楚 散戶籌碼就是告訴你 這是反指標 好既然是反指標 你當然是什麼 跟它對坐 那跟它對坐的情況之下 你要再去參考什麼 大戶籌碼 我想這個都是 有標準的SOP 好操作的SOP 一步一步從籌碼面 去看方向 從趨勢 從指標 去找買賣點 就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 每天我花很多時間 跟各位講籌碼 尤其是盤中的籌碼 昨天外資買多少賣多少 有一定的關係嗎 沒有 對不對 就像真的外資買好了 台股一定會漲嗎 你看今天 外資在加權指數 現貨買了多少 買了快要90億 89.6億 這個量算大了 算近期買超的一個大量 快接近百億 結果今天有沒有出現大漲 沒有 對不對 今天沒有像 也沒有出現大漲 為什麼外資現貨買那麼多漲不動 我一直跟各位講 中間影響盤式的一些因素有很多 雖然外資是錢很多 那可能真的有能力去撼動台股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力量 有所謂的大戶 有所謂的內資投信法人很多 所以總結起來的力量 總結起來的多空籌碼 這個才是我教各位的 就是去看 期貨在盤中 大戶指標 今天為什麼長不太動 也跌不下來 火鍋鞋也教各位 大戶散戶如果都站在同一邊 而且都是同步做空的情況之下 通常行情也不會太大 它就是整理 你看一下今天大戶做什麼動作 中間這一排就是期貨大戶今天的動作 其實大戶很清楚嘛 今天就是沿路的站在空方 盤中有突然翻多 就是在最高點8585這個地方 在接近這個9點半的時候 這個地方大戶有做多 但是做多沒多久 隨後大戶的籌碼轉空 然後10點半11點過後 大戶也一路空 大戶空散戶也空 那我說這個盤要跌也很難 因為什麼 市場的看法都一樣的時候 同步做多或者同步做空 它都是比較什麼 趨於橫向整理 所以我說今天要教各位什麼 你要懂得去判斷 盤勢在整理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訊號 盤勢如果是大漲的時候 它又會有什麼樣的訊號 它都會不同 我講在籌碼解析迷裡面 這個操作的SOP裡面都有講到 它都會不同 大戶散戶有可能同步做多 同步做空 有可能大戶做多 散戶做空 有可能大戶做空 散戶做多 然後再配合成交量 再配合 K線技術面的變化 它衍生出來的操作方法 就會不同 這就是我講的 從籌碼面你先搞懂 再從技術面 從我們在操作的一個SOP 你就做好規劃 所以在今天中場過後 我也沒有帶我們同學做出手 因為我知道行情不會太大 對 同學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就算最高最低點 大概這半個小時 從8585殺到8538 大概殺了40點 然後10點半過後高低差沒有超過20點 真的沒有超過20點 那我說這樣的行情 同步站在空方指數也下不去 那我講你可能 第一個觀望就好 真的你就觀望就好 但是因為你懂得去判斷說 今天沒有行情 那你才懂得去判斷說 有行情來的時候有什麼徵兆 你看就是兩天前 好我給投資朋友做對照 你看兩天前 我剛剛是不是教各位嗎 這是6月1號 這個是今天 6月3號 你看這兩天 大戶的籌碼超在哪 這天為什麼可以大漲將近百點 從8500拉到8600 這天為什麼可以漲了快要100點 今天為什麼最後只漲了16點 為什麼 這天大戶是什麼 極力偏多啊 今天的大戶呢 這是今天啊 我剛剛滑鼠指的位置 這是今天啊 站在空方 那為什麼兩天的結果差那麼多 同樣散戶都是做空 為什麼結果差那麼多 你看最下面 今天散戶也是空 跟6月1號禮拜三相不相 非常相 禮拜三的時候散戶也空 今天散戶也空 那最後主導盤式的力量要看誰 要看大戶 記得我教你的 要看大戶 看我們的主力大戶籌碼 這是我過去教各位 你要看主力大戶籌碼做什麼動作 這個在籌碼解密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 不同的行情 你看到籌碼結果會不同 因為籌碼會說話 籌碼解密的道理就在這 看盤中的訊號 記得我教你的看的是盤中的訊號 今天在盤中大戶極力的偏多做拉抬 如果有 我說如果今天在盤中有出現像禮拜三這樣的訊號 那我會告訴你 今天會有大行情 那我會告訴你 你今天可以沿路的偏多 甚至多單可以做虛報 但是今天有沒有出現這樣的訊號 沒有 所以我要讓你去懂得去對照 就是說 這是禮拜三 我們看一下電腦畫面 這是禮拜三 這禮拜五 對 為什麼大漲100點跟漲16點 結果會不同 籌碼會說話 記得我教你的 籌碼真的會說話 大戶極力的偏多 翻多 禮拜三就可以拉了這個 大行情將近漲了100點 今天呢 為什麼會這麼趨於橫向整理 就是上下這個 二三十點的空間整理 對 大戶都異性南山 對 可能外資也想放假 對 可能外資在今天白天 跑去看NBA的總冠軍決賽 對 九點開打 達到11點多才結束 他也不想做 那內資呢 有些人提早放假 可能很多人困在機場也回不來 要出去的要等很久 對不對 沒有量 沒有量 我也不能告訴你說 這個盤要怎麼樣 我們怎麼做 然後 我不會跟你講這些 但是我會告訴你 行情往往總會來的 讓你措手不及 真的如此 對不對 你回想一下這一次520過後 5月23那一天 上禮拜一 漲了200點 就從那200點開始 從8200多點一路漲 漲到現在8600 總是讓你措手不及 明天呢 雖然我講明天量一定會縮 但是不代表 明天的空間會很小 因為這一波的反彈都是什麼 量縮型的反彈 可能700多億就可以拉抬 600億也可以拉 那不用講八九百億可能拉得更多 明天或許會量縮 但是呢 不代表沒有行情 記得我講的 明天量應該是會比今天少 如果按照經驗來看 可能只有500億上下 可能比500億還少 但是因為這一波台股的賣壓很輕 只要投資人信心回來 甚至明天外資再狠一點 甚至一些主力大戶法人再狠一點 趁著外資放假 某些外資比較少操作的時候 明天進場做拉抬 可能行情會比你想像中還要來的大 這是我的研判 當然還是要看盤中的訊號 所以在今天我還是跟投資朋友講 你不要說 老師明天這個 只有台股獨家開盤 很多分析師都說沒有量 明天休息了 我說錯 明天你不能休息 為什麼 因為明天我們還要上班對不對 我們還要來錄影 明天你不能休息 明天你一定 你還是要看盤 而且你還是要把什麼 籌碼解密 帶回去 昨天已經很多人打電話來了 我講真的 昨天已經很多人打來 同學我不希望你是又從六月 像六月初 看看看看看看 看到端午節 看到端午節過後 又看到這個農曆七月 我希望你先跟上我們的腳步 行情不等人 但是呢 你一定要懂得改變 我也強調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很多其他節目 前面也有 你也可以比較 你都可以多聽多看多學都可以 但是我相信 我有自信跟各位講 我教你的方法 一定有用 我想一定有用 我們有很多的學員都一樣 軟體的也好 抗訊的也好 都好 我們都是用同樣的一套方法 我們可以在市場上生存這麼久 就代表這套方法 是可以幫你賺錢的 所以我說過 你真的想改變 想學 先把籌碼解密 先帶回去 我說你明天不能休息 明天有開盤 而且你不要想明天什麼 老師很多人說 外資放假台股沒有量 這沒有錯 但是沒有量 外資放假 不代表 沒有行情 記得我講 不代表 沒有行情 但是 行情來了你要怎麼做 看著我們的訊號做 所以我說 你今天 先跟我們線上注意人 做個聯繫 籌碼解密 你要先拿在手上 明天開盤 我們軟體的訊號 你也要同步做觀察 我說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把籌碼搞懂 把盤中最即時的變化搞懂 我相信在最後你在期貨的市場 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說好好把握機會 在廣告時間跟我們線上注意人員做個聯繫 好這件行情 雖然說今天的政府蠻小的 不過請大家明天 還是要觀眾 關心到整個盤中的籌碼變化 來看到明天的行情部分 當然更多的分析 還有各股的解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有元氣活力隨時接力 葡萄王人森險B群 黃金三配方 體力保護精神一次到位 長小時小時 葡萄王人森險B群 我想去新加坡 我想為我們找一間最棒的飯店 而且我想用最划算的價格訂房 你說好不好 找飯店 去挖狗 美金神 葡萄王人森險B群 長效10小時 火力負間斷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02-2506-8911 我想找一間最棒的飯店 而且要用最划算的價格訂房 找飯店 追求財富自由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歡迎回到郭海大贏家 這段節目回來帶大家來看一下個股 今天雖然說這個行情沒什麼特別的變化 但是有些股票衝的還蠻多的 尤其今天是小型股當家 譬如說宏達店繼續搞 這個大家都覺得到底在幹嘛 還有今天來說二線的IC設計 昨天休息一天之後 今天又回來了 包括太陽能 太陽能本來多空交戰 但是尾盤也稍微回神一些些 今天在選股上頭來說 老師要怎麼樣的選 好沒有錯 剛剛講得好 到底在幹嘛 宏達店說真的 我也看不懂他到底在幹嘛 真的就是 這個財報公布虧錢 昨天還道歉 對啊 然後又說要把VR要切割出去 但還沒看到賺錢 對還沒看到賺錢 然後就我記得沒有錯 這一波大概從高盛的一篇報告 寫得洋洋沙沙的 說這個VR多麼好之後 然後外資開始買 然後龍券也一樣 這一波宏達店的龍券 昨天我記得沒錯 是17777張 券支比大概接近58% 已經算是這個具備 的軋空條件 因為超過30 40% 都是具備所謂軋空養空之後的一個行情 因為外資還在買 那當然洪達店這檔個股 我在其他媒體 或者在我的臉書我也講 這種個股當然我覺得 短線進出即可 真的多看少做 因為我講真的很難看得懂 他到底在搞什麼鬼 但是他代表的一個重點什麼 就是說 我過去跟很多投資朋友講 你要判斷台北股市 到底底部到了沒 很簡單 最弱的股票他都直跌了 那代表說 台北股市也應該不會再跌 洪達店過去一波 就是台股最弱的股票 跌到50幾塊錢 那時候外資平民賣 差不多就在520前後左右 開始外資回來了 他開始呈現V型反轉 那時候我就跟投資朋友講 你看洪達店 你它視為指標就好 因為你要判斷台股 到底有沒有轉強 有沒有恢復多方動能 我說很簡單 找弱勢股去看 洪達店都可以走高了 那回過頭去找什麼 因為我通常一般我的選股 比較會選一些 所謂的基優股 所謂我講的基優股 就是說獲利 它未來有機會再好轉 或者是說營收 它都維持在成長的部分 然後甚至是法人 內外資都好 有在做佈局的個股 我認為那接下來只要行情直穩 這一些有基本面的個股 都會走出自己的路 我今天舉例幾檔個股 再搭配指標做觀察 就很清楚 像今天漲停的一檔 3141的金鴻 我會舉幾檔個股 帶投資朋友看 當然我不是要各位 你現在明天開盤去買 我只給各位看 這些個股會上漲 絕對是都有跡可循 金鴻他在今年前 應該目前公布出來 前四個月的營收 比去年同期是增加30% 各位請講 一家公司的營收 比去年同期增加30% 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不是某個月暴衝 他是每個月都是很穩定的 年增都是雙位數 那他在第一季賺0.69元 最重要就是來自於什麼 就是這個我們講 有所謂的電子貨架標籤 甚至他的母公司元泰 也有跟這個行李箱的這個 REMOVA合作 未來就是有所謂的這個 直接做一個物聯網的掃描 那你看一下線圖 其實答案很清楚 從我們的技術指標軟體 他告訴我們 兩週前在44塊附近 出現這個紅箭頭轉牆訊號 籌碼的量能呢 沿路增加多 沿路做多 那甚至用我們的選股的一個 自動選股功能 他也會選出來 就在兩週前 他也會選出來告訴你 有一檔個股 紅箭頭出現 籌碼量能翻多 你就44塊錢跟著做進場 來到48塊 這有高檔減碼 你部位多的你可以做減碼 那基本的持股做續包 到今天來到52塊8 來到52.8的波段新高 從44元附近 你去做進場 來到近期的波段高 52塊8 波段來講 大概都有兩成以上的獲利 都有兩成以上的獲利 這就是我講的 你去挑這些有基本面的個股 有獲利的個股 他是不是可以創新高 可以 為什麼 最弱的宏達店都可以 從50幾塊漲到今天 接近漲停滿 100塊漲了 快要一倍 漲到110塊就快要一倍 當然我不是說要去買這些跌升反彈股 因為畢竟搶跌升反彈 萬一搶不對了 你可能會套牢比較嚴重 手腳不夠快 我認為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誒 這種獲利這麼差 董事長都要跟股東道歉的公司 都可以漲一倍 那我相信 很多 營收獲利成長的公司 甚至我過去講 神盾指紋辨士 未來營收會成長的公司 股價表現應該會不差吧 我覺得這個邏輯 大家都一定都認同 金鴻是一檔 甚至我們再來看光通訊 其實在光通訊族群裡面 過去很多都是大跌的 那我就不講哪些公司 我要給各位看的是 我在過去很早之前 在去年我就推薦給投資朋友的這一檔 4984的F科納 這一檔個股我們也不要講太久 因為我們這檔個股在去年三十幾塊錢就有進場 現在已經來到73塊已經漲一倍 我就講過去這兩個禮拜 你看過去這兩週科納怎麼走的 我框起來這個地方 就是過去這兩週 兩週前在五十六七塊這個地方 一樣它出現了紅箭頭的轉強訊號 一樣你用我們的這個選股的一個方式 一樣都可以選出來 就是它會自動選出來 有箭頭向上 然後你再搭配什麼 籌碼量能 就是下面這個幅圖 經典的籌碼量能 它也是站在多方 價的指標翻多 籌碼也翻多 這一波4984F科納 從六十塊不到 漲到今天收盤七十三塊 大約也是多少 二十%以上的獲利 有沒有個股可以反映到 它應有的獲利水準 應有的營收 有 就是我過去跟各位講 520過後 盤勢直穩 我在我們臉書的 過去520其實解盤的影片 我講得很清楚 只要盤勢一直穩 多方的信心慢慢回籠 有獲利有營收的個股 它就會展開行情 因為要反映到它的基本面 過去盤很差 我不敢講 股票會漲 因為有時候系統性風險 你也知道 這種像520前 大家都不進場 大家擔心東擔心西的 好的個股 會被市場所埋沒 但是我跟各位講 行情一旦回穩 就是520過後 有業績的個股 它會一檔一檔冒出頭 我今天只是舉例幾檔做說明 我一直強調不是要你去買 而是你要買什麼 你看一下再帶一次電腦畫面 你要買像柯納一樣 紅箭頭剛出現的個股 有沒有發現這個紅箭頭剛出現 你去做進場 接下來兩個禮拜回過頭去看 其實報酬不錯有20% 我跟各位講 我手上也有一些 是在今天 紅箭頭剛出現的個股 就是轉牆訊號剛出現的個股 如果你要操作的 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如果你要操作的 今天把手續辦好 跟我們線上福利人做個聯繫 明天我會帶各位一起進場 那相關的手續 我希望各位把握好中場的時間 跟我們線上福利人做個聯繫 好這個今天行情的部分 不過請大家明天還是有開盤 更多分析同時間鎖定我們的節目 感謝收看我們再會